大家好,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元神马拉尼的养成攻略 详细教学,你想知道的这里都有 马拉尼,先说总结 非常非常的厉害 真的太厉害了这个角色 尤其现在,在我测试的情况下 呃,不谈命座 不谈武器 只谈一个单纯的马拉尼 他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力的主持 但是存在也存在一些问题 就是像我 我作为一个开服玩家 我从开服到现在 拿到马拉尼 包括卡奇纳 都像是在重新玩一款新的游戏 就是他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 元神角色的手感 甚至 呃,马拉尼 卡奇纳其实还好 马拉尼我在玩的时候 呃,有一些些不适应 就是我会感觉他手感软绵绵的 我不知道有多少玩家 呃,跟我一样 但是在今天玩了这么多 包括昨天也玩了太多的情况下 我现在适应了很多 所以呃,没有特别 就是当你适应这个玩法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他真的很强力 但是如果你适应不了 就会非常非常的难受 就像我第一次玩这种 拉弓的主C的情况下的时候也是 马拉尼的设计 无论是从其他的 当然你看 那个米哈尤对于腿滑的执念啊 我只能说这还是 我认识那个米哈尤 但是马拉尼的整体的设计 都开始走向了一个 夸张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个 其实有点看不太懂 但是马拉尼 真的非常非常的强力 甚至说他在数据上 真的是已经赶超了风单 单从一个低命的玩法的数字上 已经赶超了风单 其实高命反而还差不了多少 真的差不了多少 那这就是我对于他的一个总结 一个新角色嘛 所以可能废话会比较多 然后说完这些呢 那么我们其实也可以正式开始了 最后一句废话 如果这些士兵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点来关注支持一下 那么我们正式开始 那在开始之前 我们首先先知道一个事情啊 就是这个 有两个东西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首先就是这个夜魂迸发 夜魂迸发呢是这样的 壁物中有纳塔角色时 当角色对敌人造成元素伤害时 就会触发这个 夜魂迸发 夜魂迸发的是什么 你就看 这像一个炸弹一样 一个炸弹的那个痕迹 炸开了 这就是夜魂迸发 然后呢 你的队伍里面 他是怎么触发呢 当你的队伍里面有纳塔角色 才会触发 但是触发的这个人 不一定非是纳塔人 就是只要他是元素角色 就可以触发 用元素技能 你比如说 算了后面 我们会给大家刷一点试一下 然后呢 夜魂迸发呢 会随着你队伍中纳塔角色越多 然后他的CD就会越短 那我们在有123名的时候呢 他这个CD分别是18 12 9 就我们有三个的时候 他这个触发的间隔 就变成了9秒 然后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呢 其实你还有 他写这个攻略的真的很贴心啊 就他会告诉你 夜魂迸发呢 会触发一些什么 比如说这是圣异物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夜魂套 夜魂迸发套 因为下面还有一个夜魂加持 包括一些技能 都会有这个 跟这个夜魂迸发有一些效物 那我们现在首先要知道 这个夜魂迸发 他触发是有这个 间隔的 根据你队伍里的纳塔角色 然后呢 夜魂加持 夜魂加持呢 是我们在 呃 纳塔的这个角色 这个是只有纳塔角色有 触发了他这个夜魂加持的指定技能 会有一个夜魂加持的效果 那效果是什么样子呢 是 你看他边上 是带了一层彩色的金边 这是卡其娜 以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 马拉尼 那 他触发的时候 会有一个单独的这个动作条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夜魂加持的条 然后他会持续的下降 根据你做的不同东西 或时间的流逝 然后呢 呃 他会有一些 不同的效果在你出发的时候 那夜魂加持是什么样 比如说 我们马拉尼 我按E技能 你看这十条 他发着光 这就是夜魂加持的效果 那 在知道这个之后 我们开始 先看一遍 还是按照我的习惯 惯例 先给大家看一下技能 那 我们 先上 马拉尼 这个位置 我们带个 老爷子 好 首先 先看夜魂梦发 我们现在队伍里面 有一个 纳塔角色 然后 老爷子是个 李悦角色 那这个时候呢 我老爷子 直接拉盾 触发了元素 你看 这就夜魂了 然后之后呢 他就是按照18秒 触发一次 然后 这就是夜魂迸发 然后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 马拉尼的技能 马拉尼的技能呢 是这样的 看 我开了 E技能后 我撞 撞 撞 你看 这块有一个像桃子一样的 或者说是鱼的东西 满了 这时候 我咬一口 他这个咬 就变成了一个强化攻击 就在我触发了三层之后 让我稍微 连贯一点 然后你看 这有一个东西 飞出去了 这个 看到了吧 如果我没有 触发 他那个三层 效果 我这个时候咬 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直接咬一下 你看 他就变成了 直接咬一下 就没了 然后 大招是这样的 一个导弹 挖出去 好 看完了 这就是他两个 最重要的技能 那我们在看完这个之后 我们来看马拉尼的天赋 先说一下 这个号我实在是 干不动了 这个玩意 太 费劲了 我就都点了个巴巴 首先普攻 普攻呢 马拉尼 用不太少 就是我在玩的时候也是 我在测试了一下 都是如此的 马拉尼的普攻呢 在更多处的效果的时候 都用不上 但是呢 他那个咬 就是我们在 满的时候 不好意思 我这个 耳机有点放下就掉 我们的那个咬 他确实是普攻模型 但是他的普攻模型呢 是有一个单独的倍率 所以我们这个普攻呢 不用点 但韩式那句话 我们避免防杠 如果你喜欢玩那种 什么下楼攻击 或者说马拉尼强制战场 那你自己按照你随意去点 真的没有必要 在我每个视频下面 都跟我讲这个事 好吧 那普攻我们就不讲了 主要讲一下他的E和Q 那首先E技能 E技能呢 又是这么长 但是如果你刚才看过 我的那个 技能演示的时候 你其实就会非常明白了 就是首先 我们会进入夜魂状态 就是夜魂加持的这个状态 给我们60.1魂值 然后呢 我们进入这个夜魂状态的时候 我们创到敌人的时候 首先会给敌人上一个标记 然后呢 如果面对群怪的时候 是最多上五个 然后我们这个边上 那个豆到达三个的时候 它是根据不同的效果 就我们触发这个 如果你创多怪的时候 其实那个豆会长得相对较快 那单怪的时候 我们需要不停的创它 然后触发这个效果 触发完之后呢 会造成一个撕咬 这个撕咬呢 如果你跳起来 它也是一个不停的 不同的动作 在地上 它也是一个不同的动作 我们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三个豆咬一口 然后呢 如果我们有 面对群怪的情况下 它也是有群怪 群伤的那个机制的 所以不是一个单独 就是不是一个 对群弱势的这么一个角色 所以这还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你只要知道这些 这个异技能 你就都懂了 就是非常简单 无论群怪还是多怪 然后我们只要创三个豆 然后按一下 左键 咬一口 就OK了 就OK了 知道这个就OK了 然后异技能呢 还是一个滑板 它就是你踩的这个鲨鱼上 然后它有一个滑板的技能 然后你在纳塔 对包括其他地方探索的时候 会有一些效果 包括你在纳塔 会有一个燃素 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你下面会多一个燃素条 你在你的夜魂条结束之后 它会消耗燃素条 所以它会增加你在纳塔的探索的 一些优势 包括下面这两个 这两个我就不单独讲了 你只要有了它 你在纳塔探索会非常非常快了 那这是大世界的一个玩法 我在这里就不具体给大家讲了 主要还是讲一些 游玩的这些东西 那异技能就是这样 异技能就是这样 然后需要注意的是 马拉尼是一个 纯生命模型的这么一个角色 就是它只跟自己的生命挂钩 所有的技能基本上都是如此 那这就是马拉尼的异技能 之后就是大招 你看两个极端 大招是什么呢 就发射一个导弹 然后飞过去 然后它这个导弹的范围呢 还很大 你无论是群怪还是单怪都很不错 而且伤害巨高 就在我测试的情况下 就是两下翼 一般情况下 马拉尼就是两下翼 如果你操作非常好 或者说非常非常的娴熟 或者在群怪的情况下 可能会有三个翼 三个翼的那个咬 然后加一个大招 但大多数情况下 就是两个翼的咬 然后加一个大招 一百万左右 就是不在不完全凹的情况下 打蒸发 一百万左右的这么一个伤害 所以非常非常厉害 那E、D、Q这两个都要点满 都要点满 那这就是马拉尼的技能 说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但是操作上就需要大家自己去试用一下 之后呢就是这个 这个呢就是我刚才在跟你们讲的时候 呃 马拉尼在咬的时候 会飞出去一个这样的这个东西 就是他身后背的这个玩意 像一毛一样 然后呢 他有点像加鸣的小施者 就是你在不动的情况下 自己会来找你 然后你不需要特地的去找他 所以他会给我们恢复20点这个夜魂值 这多可以获得两个吞吞球 那这个呢 其实就跟你咬两口是息相关的 甚至说咬第三口 都是有一定关系的 那我们知道一个这个东西就好了 知道一个这个东西就好了 基本上需要你去找他的情况下 大多数在面对群怪的环境下 你可能需要找一下他 那在单怪情况下完全不需要 甚至我在测试的时候 呃基本上没去找过的 都是能咬两口 那这就是呃天赋一 比较重要的是这个天赋二 天赋二呢是 队伍中 叫附近的角色 触发夜魂蹦旷的时候 就是在队伍中的其他角色 触发夜魂蹦旷的时候 玛拉尼呢 会获得一层持续20秒 这多三层的这么一个buff 然后你在触发这个buff的时候呢 我们在用这个大招的时候 玛拉尼会清除这个buff 然后基于我们的生命上限 增加他本次的这个伤害 而一层是15% 两层是30% 三层是45% 这个 现在来说是绝对持不满的 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两个 两个烂塔角色 就是玛拉尼和卡奇纳 那我们最多能 差不多的情况下 就我在非常非常 在意的情况下 顶多吃到两层 但是伤害是真的高 但是在现有的环境里面 很多地方是无法支撑他 吃到高层的这个的 包括说你想要带风套 比如说万叶 比如说其他这些风细节的带风套 它是无法支撑你能完整吃到两套的 要么你就舍弃风套的健康 要么你就舍弃这个一层的内 但是好消息是 它伤害非常非常的高 无论你吃到几层 那些伤害都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 那这就是 我们的纳塔莎 玛拉尼 我觉得一直改不回来 它这个名字 就叫纳塔莎 纳塔莎叫习惯的天赋 基本上我们知道就OK了 那具体的手法呢 后面我们在配对的时候会给大家演示 那这就是玛拉尼的天赋 在讲完了天赋之后呢 我们就要讲一下玛拉尼的圣遗物 玛拉尼的圣遗物呢 也非常非常的简单 首先 最适合的 就是这一套黑药秘典 去起的黑药秘典呢 其实跟我猜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之前出过一个就是 还是探讨 新的两个圣遗物 效果的这么一个视频 那黑药秘典呢 跟我当时的猜测 其实没有差很多 包括后边这个夜魂蹦旺套啊 就是金城勇者汇卷 效果也跟我当时猜测的 没有任何区别 黑药秘典是非常非常好触发的 就我们只要开了 它这个夜魂加持 就我们开了异技能 两件套是稳定吃的 四件套也是稳定吃的 就是直接给40%的暴击 非常非常的暴力 那么这一套也 绝对就是最适合玛拉尼的 因为我没有刷到一套毕业子 那我具体的伤害呢 其实也是真的测不出来 但是简单会算了一下 也绝对是最适合玛拉尼的 几乎没有质疑 那在我们刷出一套 能用的黑药秘典之前 我推荐就是 二水 二水二水 或者二水二生命 二水二精通 因为玛拉尼是一个 基本上绑死 蒸发的这么一个角色 所以精通对于它来讲 效果也非常不错 所以在没有这种 黑药秘典这种成套的套装之前 你又不绑定伏附 首先你绑定伏附 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效果 因为终究还是用来过渡的嘛 但是二水 然后二精通 二生命 这些都是可以吃到的 大家可以随便选择两个 然后凑一套 二加二 先用着 然后等到我们刷到好的黑药秘典 我们再给它换上就OK了 那这就是它的圣衣物 圣衣物的选择呢 主属性选择也非常简单 生命 你来先听我说啊 就是生命杀 水伤杯 双爆头 但是 水伤杯和生命杯 在几乎相同的情况下 它俩的差距不大 所以这个位置 水伤杯 生命杯 都可以 水伤杯 生命杯 都可以 然后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因为我也就说了 这个马拉尼 基本上是已经绑死 蒸发 这么一个角色 那 这个位置 按照我们之前的一些逻辑 换上精通杯 可不可以 我在测试的时候 如果我们带专五这种角色 换精通杯 差距还是挺大 但是 我在测试的时候 有这么一把武器 就我在测试那个 呃 因为它是一个生命模型的角色 那 我就测试了一下 那个 呃 白竹的专五 我发现 我 白竹的专五 带在身上的情况下 这个位置 带 精通 是要比生命 舒服很多的 这个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就如果你没有特别好的武器 你选择这个 然后 你这个位置是可以带精通的 但是 在正常的情况下 无论你是带月卡武器 还要带其他武器 这个位置 生命 是更合适的 基本的灵界值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你 角色的生命 在不低于三万 或者说不低于三万二三万三 这个情况下 精通的收益非常大 所以 附属性 也非常简单 双爆 然后 精通 然后 充能 这就是它的 附属性 那我测试的时候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 呃 生命物 我们就说完了 之后 重中之重来了 武器 马拉尼的武器呢 其实 也相对的比较简单 因为 马拉尼 它毕竟是一个 需求双爆的角色 而且在双爆以外 很多很多的这种 什么 呃 武器啊 它都能用 尤其像什么 生命的武器 其他这些武器都能用 但是 在这些武器里面 我要着重提到的 一个武器 就是这个 这个 疑似御龙 这把武器 这把武器呢 有一个非常非常 厉害的点 就是 我在另一个号上测试的时候 用了一个金武的疑似御龙 我测完了之后 非常的惊讶 我以为我测错了 就非常经典的 我以为我测错了 因为 那个疑似御龙 几乎跟专武打平 只比专武低了一点点 我当时算了一下 差不多3%多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我就又切回我这个号 然后我这个号一开始是金一的 我又测了一遍 然后我又金二了 又测了一遍 也还是非常非常惊喜 就是抛开它这个 下面这个需要你放在后台 吃的这个事情不说 整体的这个武器非常非常的不错 而且我们换算下面这个 马拉尼在场上留10秒之后呢 这个效果消失 其实也没有差很多 就是你这个非常能对得上马拉尼的轴 就是它你切完其他东西了之后 然后放完技能切回来它 咬两口一个炸弹 切走了 用不上10秒 基本上用不上10秒 所以它非常能对得上马拉尼的轴 所以这把武器呢 非常非常好用 在金五的时候 基本上就已经达到了 呃 装武下面的第一武器 然后到金一的时候呢 也不妨 多让 对于其他武器来说 它都是非常非常适合的一把武器 后面呢 我也会尽量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这把武器 然后这把武器呢 有一个小问题 其实在我看来 已经不能算是一个小问题了 甚至都不能说是问题 就是它是加暴击的 这个全部加起来差不多是38 38.5的一个暴击吧 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38.5 马拉尼自身呢 是一个突破加暴击的角色 又加了20多 这就50多了 我们呢 再带上夜魂套 又是40的暴击 那加在一起 这就已经90%多的暴击了 这个非常非常的厉害 就是它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以后搞这个夜魂套的那个 剩余物的时候 只要有一个暴击就可以锁 因为暴击它其他的复制条 什么生命 什么充能 什么精通 这些东西它都能吃 所以说它对于剩余物的要求 也是一个降低 而且马拉尼本身要求的暴击 就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暴击就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马拉尼带上这把武器 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包括其他的那种四风什么的 也都非常非常适合 因为它是一个依靠单次伤害的角色 就是它咬一口再咬一口 一个大招都是单断伤害 所以如果一旦不暴击 你就会非常非常痛苦 就像是你在玩雷神 拔刀的那一下没暴 或者说你玩油拉 你辛辛苦苦斩了个大招 然后点满了 邦弱的一下没暴击 你很痛苦 所以马拉尼非常非常要求暴击 所以尽量能够达到百暴是最好的 那这把武器呢 无论从各方面来讲都非常适合 那有一个问题的选择就是 你要是叠五把这个武器 它就会稍微有点贵 那其实和你抽一把专武 这是一个取舍的问题 但是呢 金一也非常非常不错 在其他武器里面也能排得上是T2的一个水准 那除去这把武器呢 还有什么武器可以用呢 首先我们先说除去这把月卡武器之后啊 还有一把 呃 四星的武器 由我们老生常谈的爆杀一切专武的流浪乐章 这个流浪乐章呢 我们是一个三选二 只要我们赌到了那个元素伤害和精通 这把武器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如果我们赌到了元素伤害 精武的情况下 这真的是爆杀了专武 那但是 它还是一个小问题 不是 这个就是大问题了 应该这么说 一个是续航 还有一个它就是十秒 三十秒一次 十秒 这个 对于很多人来讲无法接受 然后如果我们一旦赌到了攻击呢 整个伤害就掉了一大堆 然后中间真空吸纳伤害也掉了一大堆 所以 呃 如果我们打那种快速的切换的这种的 那其实流浪乐章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那么五星里面呢 首先呃 比较推荐的 比如说 万世旅往大蝶 然后 呃 草承专武 四风圆典 这类几把武器都是比较不错的 那之后呢 还有几个武器是 呃 白竹的专武 然后 鲜海的专武 就是乐华 然后再之后就是 神乐啊 这些了 然后其中还有一把武器呢 是我们 开服之后 送了一个 这个锻造的武器 叫做木棉之环 你在所有武器都没有的时候 这把武器也非常非常适合 马拉尼 你可以完全先把这把武器拿起来 先用 它只比其他的武器 薛威的低了一点 呃 百分之二十多 二十七左右 但是也是在 四行武器里面 非常好用的一把武器了 那再之后呢 就寄里啊 这些武器了 呃 我的推荐 基本上就 卡到了 木棉之环 就是 它都送了你一个了 你为什么不用呢 是不是 你用了这把武器之后 你其他的这些 你比如说 慢慢给它叠层 或者说 你给它搞一个 金一的月卡武器 也非常非常好用 那这就是我推荐的马拉尼的一些武器 我还是会给大家贴出来 然后如果我没有说到的话 我给大家贴出来 大家按照我那个 贴出来去看 然后我说一下啊 好多人总说这个比这个 这个比这个 哪个好不好 我贴出来的 还在前面呢 永远是这个梯队里面 第一个推荐的 然后再往下 就是伤害都会差一点 所以就 哎 老多人说我不回 现在主要是 问我的人也比较多 有的时候就看辣了 这真的挺抱歉的 但是 你们按照我这个 去选 都是我实测出来的伤害 所以 就选择这个就OK了 那 嗯 这些东西都讲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讲一下 马拉尼的 命座 哦 不好意思 我又给忘了 那我们 接下来要聊的是 那个 马拉尼的 毕业面板 先要说一下 我又给忘了 马拉尼的毕业面板呢 其实非常简单 首先就是 马拉尼的 生命 要在三万以上 三万 一三万二 最好 然后呢 精通 最好也要有一点 我推荐是 至少要有一个 一百 八 两百 这种状态 两百以上就更好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属性 就是 暴击 马拉尼的暴击呢 最好 要在百分之九十 甚至说 你叠个百暴 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那 后面 如果我们穿了夜魂套 那 你至少也要 有一个百分之五十的暴击 这个是 内杀的 固定的 然后之后就 其他这些地方呢 暴击越高越好嘛 因为 如果你带专五什么的 巴勒多的暴击 那你的暴 暴击就肯定会更高 然后如果你带的是 其他的这些武器 那你的暴击 肯定会相对降低 那有个 如果你在专五的情况下 有个二百四 就已经算是 非常非常完美了 那这就是马拉尼的毕业面吧 好的 我们喝六口水啊 然后我们 讲完了 这些东西之后呢 我们就要讲 马拉尼的 命之座 命之座呢 首先一命 一命是在 记录夜魂加持状态下的时候 我们的一咬 第一口 还有那个飞弹 都会 伤害增加 然后增加的上限呢 是生命值上限的百分之六六 这个还是 提升比较变态的 基本上是一个 百分之 按照总商提升的话 那差不多是 百分之 二十五五左右 然后 如果你按照一个 单独一口的提升 那就基本上就是 快到一倍 快到一倍 这样的一个提升 那这个呢 一命还是挺厉害的 一命还是挺厉害的 尤其在装五差距 拉不大的情况下 那 一命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抽的 而且还有一个下面就是 在不战透效果下 夜魂加持状态 消耗的夜魂值和燃速 降低百分之三十 更进一步的增加了大世界的探索体验 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在上面这个呢 呃 也非常厉害 单论这一口啊 单论这一口 呃 你在所有buff 所有这些东西全吃的情况下 我试过咬出了一口一百一百万左右 非常非常厉害的一口 就是基本上你在深渊里面咬一口 就直接咬的大家都卖上了 还是非常非常变态的 那这一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命座 首先说一下马拉尼从上到下的命座 都是一个持续增伤 整体的增伤呢 基本上也还是非常非常的暴力的 那之后就是二命 二命是进入烟魂加持的状态下 我们直接给两个斗 首先是直接给两个斗 之后呢 我们再 呃 拿到那个 背后的那个河豚的时候 我们还会额外的 恢复这个夜魂值 那 这个整体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二命 那 我们在说 我们没有命之座的情况下 就咬伤口去上线 基本上就是两口 那 你在 二命的情况下 基本上就是三口 是非常稳定的 如果你的 呃 非常好的话 那 咬出第四口 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就是 它这个二命 二命的提升呢 整体对于油耳体验的提升 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 呃 其他的情况下 其实没有 那么的那个 大的提升 但论伤害的话 其实 反而还好 更多的这样 是 你在动作上的流畅 娴熟 因为 我刚才是不是忘说了一点 就是 我们会额外获得 就获得囤顿球的时候 我们会额外获得一个斗 那你在 操作上会更加湿滑 所以它这个算是一个机制的命座 但是整体的提升呢 也还得不错 百分之十五左右 这个比较不错 三五 我们就不说了 都是固定伤害提升 基本都提升 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 四命 四命呢 是增加了我们的 那个啊 啊不是 减少了我们的充能压力 因为它给元素能量嘛 然后增加了我们大招的伤害 这个 第一次见到 四命啊 给的如此的宽泛啊 对 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那首先 我们减少充能压力的情况下 马拉尼 一轮 给一个大招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增加了 它这个伤害的上显 也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然后它的伤害的整体提升呢 基本上也是在百分之十五左右 非常非常稳定 之后就是这个六命 这个六命 非常非常的无脑啊 就是使我们的一命 没有效 没有限制 每一口都是一命 那这个就是一口一百多万 一口一百多万 这还是非常非常变态的 所以这个还是 非常非常不错的 这么一个六命 但是它整体的提升呢 也就在 那这 说一下 我点到六命之后 玩了一下 很少有怪能活过两口 你一口一百多万 一口一百多万 你在大世界里 你是不是小了 深渊里面 还有几个可以的 你比如说 那个大铁块 它毕竟有索血机制 那你可以活下去 基本上 没有索血机制的这些怪 都活 甚至连第一口都活不过去 除了那些地方真奇 所以这个六命的 整体的提升是非常大的 百分之四五十的一个提升 但是 活 是吧 还是到六命 我是一直都觉得 这个游戏六命 图序那些机制的六命 大多数六命都是影响 游记体验的一个存在 所以这个六命也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马兰尼呢 我推荐抽个零 甚至都不用抽专武 你抽个零面的马兰尼 然后拿一个月卡武器 非常非常厉害 没有月卡武器呢 拿一些 包括的送的那个 锻造武器 也都非常非常不错的 你基本上咬一口十几万 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后你蒸花 你随便装备在几品几品 一口二几万不是梦的 你抽个 然后其他呢 就是零加一或者一加零 你有月卡武器 你抽个一加零 然后之后就是二命机制完满 然后就是六命 就是六命 很少有我说抽一败了吧 当然也有 我有朋友 是吧 他抽 布林娜抽到了五命停了 非常非常的佩服他 那这就是马兰尼的命之座 讲完马兰尼的命之座之后呢 我们去讲一下马兰尼的配对 马兰尼的配对呢 其实也相对的比较简单 那首先我们先说一下 马兰尼在现有的环境下 他是一个缺队友的情况 他跟当年的林尼 很像 就是非常非常的缺队友 但是他跟林尼 其实有一点不同的是 林尼一直到封单结束之后 他的基本的队伍成型 是没怎么变过 那还是班尼特 欢叶 钟离 但是马兰尼是非常非常迫切的缺队友 首先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 呃 他现在的队友只有这么一个 卡其纳 而且他俩呢 比较来说也不是特别合适 我们戴卡其纳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卡其纳是可以搞一套这个 呃 凤伐套的 给他作为一个增伤的存在 因为这个只有那什么能用 然后他俩的整体的配合呢 呃 还可以 但是你失去了一些 呃 应该怎么说 保命的手段 那这个位置呢 一般请问一下 现在我个人还是推荐用钟离 做些什么好 会比较合适 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马拉尼是一个非常 呃 依靠 蒸发 来 补足自己伤害 那么我们肯定要带一个火 那火系里面呢 相对比较合适的 首先 今天班尼特他是不吃的 这个你不普攻他也触发不了 那么 抛开这些1613招迪西亚他的增发率实在太低了 那 最合适的其实就是相邻 相邻是非常合适的 然后 四号位选择就比较宽泛 有些 呃 选择就最开始 第一个选择肯定是万叶 但是 万叶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 万叶 封套 跟马拉尼 不是特别契合 一个封套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他在后台又不触发 所以 你很有可能说 你咬了两口之后 你大招发出去 达到蒸发上 没有封套了 这就是非常非常的恶心 所以 这个位置呢 你放上万叶 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伤害非常非常高 但是你一旦 没有少了封套的减抗 你 整体伤害会掉下了一大段 这还是挺难受的 还挺难受的 那我在测试的时候呢 这一套也是一个 呃 伤害非常非常暴力的一个 然后呢 它有一些效果呢 我选择了一下 我在测试的时候也是 那我测试的时候呢 还有一种呢 就比如说 我们把它当作像是龙肝这种队伍 那我这个位置带个草神 带个草神的时候呢 我这个位置就可以带上DCR 那我带上DCR之后 这个位置我就可以带上万叶 可以分掌PACE吗 测试了一下 流血管 哇靠 太难受了 那最后的我的选择呢 是把这个位置 还是换成了香灵 你特的 还是换成了香灵 然后 我在这个位置 就还是带回了DCR 其实非常不错 尤其是草神还能提供精通 伤害也是非常非常的霸道 所以这一套 在我玩的时候 其实效果非常不错 然后呢 呃 我 后面就想 我能不能带上服服 我带上服服 效果会是怎么样 然后我带上服服之后 发现火不够 然后 还有一个问题呢 是 呃 我带上服服之后 我发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 半血了 那 你这个队伍里面 这个位置 你只有这个位置 可以带上服服 对吧 那你这个位置 带上服服之后 那 我们按照 基本的逻辑 这个位置 应该是带上白足 会更舒服 那这一套 我在玩的时候呢 其实也还不错 也还不错 那你在没有白足的时候呢 我也测试了一下 瑶瑶 包括其他的一些角色 都没有白足 得心应手 所以还是那句话 现在的马拉尼呢 还是一个缺对友的情况 那你在后面 呃 比如说 5.2 5.3 有一个 扛着大剑的女人 就是 把道出场 然后 又能承担伤害 又能 无限制挂火 然后还有增伤 哇 那就无敌了 但是 呃 这现在只是一个 非常美好的美梦 那我们首先 以知 呃 神 可能都是辅助 那我们就把更多美好的 树燕寄托在火圣身上 是不是 那 呃 现在的基本配对 就是这几种 大多数都还是离不开 呃 蒸发 都还是离不开蒸发 那 简单的 呃 效果呢 我们也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吧 下 因为我 吓 那 我们 配对呢 我就给大家 以我玩起来 相对比较舒服的配对吧 那就是 啪 然后 香菱 然后 钟离 超生 这一队是 我现在 玩起来 最舒服的一个 队伍了 基本上 没有之一 选一个 没有用的buff 呃 首先 我钟离 拉个盾 然后 一 秀 然后 一 右 然后这里 一 放 放 然后 咬一口 19万 然后唱 放 放 咬一口 然后 这里 24万 这个 问题啊 你们知道在哪吗 我突然反应过来 我带错武器 应该把马拉尼放到后秒 刚才没吃到特效 呃 其实无所谓 基本上单轮的爆发伤害是非常非常高 而且 这一队相对的比较无脑 那其他的队伍呢 其实也还可以 这一队 比如说 呃 都给大家看一看吧 毕竟是新角色嘛 那 我们 这个 这个 然后 这个 好 这个 没带错吧 好 没带错 好 我们 首先先等一下 在这个buff 那这一队呢 其实玩起来 没有想象到那么舒服 尤其是你在 带着那个月卡武器的时候 那 差不多了 这里 然后 顺风几应 任何要喝吗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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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啊 是呢 嗯 一下 两下 两下 然后 可以发大招 就差不多 六十万左右的这么一个伤害 其实还是非常非常不错 因为我胜利物没调 现在我的暴击应该是极度溢出的一个状态 那其他的呢 还有一些阵容 比如说我们带上符符 带上符符的话 我们就这样带 无宁哪 然后 马拉尼 然后 哎 白猪 之后 是这个 那其实操作也没有说那么费劲 好的 我们来 给大家看一眼 我现在这个时间有点晚了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有点拉不起来了 还是给大家道 eens 那其实这一队也非常简单 一 右 然后一 右 然后一 右 这个时候点人挂起来 然后我们就开始创 创 然后下来 好 一角 然后很讨厌 差不多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伤害 其实还是相对操作起来比较简单 没有说任何的难点 那这就是马拉尼的整体的玩法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痛连也没有那啥 但是现在摆在面前的就一个问题 就是队友不足 那我们强行拉一个卡奇纳上来 对于你整个队伍的提升 它究竟有多大呢 其实在我玩了一下的话 没有特别想象中那么舒服 尤其是你在面对一些大怪 而且是高打断的情况下的怪物 但你在这个位置你带一个卡奇纳 那你还带不带其他的角色 保命角色的比如说钟离 那你带上钟离也带上卡奇纳了 双眼那我另一个位置带谁呢 所以这就是现在的一个选择性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个人玩起来相对比较舒服的就还是 马拉尼然后草神钟离加一个香灵 这个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那也是我现在最推荐大家去尝试去游玩的一个队伍 那助尼打通声音有个零加零的 马拉尼助尼打通声音基本上不是什么难事 非常非常的简单 然后在大世界探索也非常非常快乐 那这就是马拉尼的我整个的游玩体验 那卡奇纳我暂时应该是出不了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